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羽毛 歡迎來到我們的鬥陣特攻啦 然後 官方最近釋出了新的影片喔 欸 你剛剛有看到嗎 沒看到嗎 那我們慢動作的再放一次 沒有錯啦 暴雪又在這次的新的影片中藏了更多的密碼 更多的提示喔 然後這一串密碼呢 還沒有被破解出來 所以呢 我們不知道說它是什麼 是不是跟Sumbar有關 或者是在講新地圖的事喔 那如果你想看這個密碼的內容的話 你可以去原版 要到原版的影片 就是英文版的 如果你去台灣中文版的話 是看不到這個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在台灣的影片中 是看不到閃光後面的密碼喔 好 接下來呢就是到我們 第二個提示啦 我也不知道是提示還是什麼 還是怪怪的東西喔 呃 我們直接快轉到後面 好 我們先暫停一下喔 我先跟你們講說 等一下那個怪怪的東西出現的位置喔 等一下露西歐呢就是會講滑行嘛 然後把鏡頭正開之後 露西歐背 露西歐 抱歉 露西歐背後的那個藍色球門 正上面有一個 怪怪的東西喔 好 仔細看喔 有看到嗎 就是在這裡喔 這裡感覺就是有一個隱形的東西 其實就是待在那邊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很多人推斷說 那就是Sumbra隱形在那邊 看露西歐打球的樣子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先回到我們前面的部分喔 為什麼要回到前面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要講 第三個提示啦 好 首先我們先看這個 Mercy慈悲喔 這個造型真的是 還蠻好看的 好啦 這張圖裡面也要藏東西喔 我先把它標出來 這裡 上面是寫說 EAST EAST 就是東邊的意思 接下來看我們的第一把 第一把是 C C代表是Center 中間Center的意思喔 而托比昂呢 托比昂是一個箭頭往上指喔 那就是北的意思 原始呢 這裡有一個向下的箭頭喔 代表著男 而麥卡莉呢 則是有一個巴盲星 然後他的東南方有個小點喔 所以這個代表著 東南方的意思 而露西歐呢 呃 他沒有 很可憐 好 下一個喔 而新梅塔呢 是WEST C的意思 壁壘呢 是SOUTH WEST喔 就是西南 然後我們快轉到 這裡 文斯頓呢 這有個N1喔 代表著是 東北的意思 而閃光的星頭像呢 則是指向左上方 一個箭頭指向左上方喔 代表著 西北的意思 然後呢 我們就會知道了 八種方位跟 我們中間嘛 總共九種 然後有人是說 用在這裡 八個方位加上中間喔 然後 英文就是 那個角色 然後他出現在 哪個地點喔 哪一張地圖 然後他的數字表現是 出現的順序喔 像我們的 第一把中間 在中間嘛 然後2就是他 第二個出現的喔 而另一種說法呢 是看我們的 數字鍵喔 就是 八個方位嘛 像我們 北就是我的八 南就是二 然後 這總共九個數字去 按照那個 影片的出場 角色出場順序 再拼出一個 九位數的數字 然後去做一個 密碼 好 然後 這就是 這段影片的一些 小彩蛋喔 三個小彩蛋 然後 雖然不知道是不是 跟Sunbar有關啦 但 七八成 應該是啦 然後 這次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點一下喜歡 如果想繼續收看的話 可以點一下訂閱喔 最後再跟大家講一個 東西喔 就是 這個活動之間是 從 八月 三號到 八月二十二號 直到二十二號 上一部影片講說 二十三講錯了 直到二十二號 因為 二十三號 第二 二十三位英雄 Sumbra 就要登場啦